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 陆续有日本友人来到北团村 表达歉意并真诚地反省日军的暴行 在这本纪念本中 清楚地记录下了在过去二十年中 日本友人来到北团烈士陵园参观后的感言 以及为烈士陵园捐款的数额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4年 照片上的两位老人年龄相仿 左边是李庆祥老人 而照片的右边 是一位从日本广岛逐园县来的藤本安玛 这两位年纪相仿的老人 是否有着相似的人生境遇呢 在日本广岛逐园县 我们见到了94岁高龄的藤本安玛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全国进入了战时体制 日本政府发布征用令 大量15至19岁的青年人 被征用到毒气工厂做工 今年94岁的藤本安玛 就是在1941年被征兆进入大九野岛 进行毒气弹生产的 当时的藤本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 これは幼税校の卒業冊子 2002年 2年半の勉強を経て 幼税校 1943年8月で書いてありますけれど 8月27日が卒業式でありました また私はここにおります この方 それで48人全員揃いました その中の一人 今じゃあみんなほとんど亡くなられました もうほとんど亡くなりました 生きているのは6年しか生きていました なるほど 从小受到军国主义思想蛊惑的藤本安玛 一开始还以能够进入军工厂工作 而感到自豪 但工厂内部的工作环境 已经完全超出了藤本的想象 工厂24小时 马不停蹄地生产 让这个道完全沉浸在毒气之中 その生産ガスは無味無臭 味も匂いもない 完全防毒をしていても 隙間から毒ガスが入ってくる 吸収したら 吸収したら 病気とか 6個還建在的大九野島毒气工人之中 唐本是唯一一個願意直面揭露日本罪行的当事人 1990年 日本政府要求拆除大九野島发電廠 以及所有与毒气工厂有关的建筑 唐本安玛联合周边民众10万人 集体上述反对 如今 大九野島上的毒气工厂被保留了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